這個考核指的是什麼這個成績指的是這個成績指的是這三個成績 最後的加然後這這個比四是指什麼這兩個 好過來了OK那這個是指的是這三個成績除以3啦因為三個成績除以3或者是用平均也可以啦 那可是問題他是假可是假是幾分不知道你要去看對照表 假還有A-是幾分所以你只要看到對照表之後就知道數字了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在哪裡呢在應該放在升等不是升等 在哪裡等級這裡有沒有有一個考基考基指的是這個優甲乙是考基考平是A加A有沒有 所以對照表名稱不同一個考基考平那我們要怎麼樣把他算出結果來呢第一個就是分三次的 插入函數裡面呢你用什麼用V2函數去找什麼呢早要找的是這個91年 91年是假對不對然後對照表呢他是F3 那假的話應該放在哪裡呢 應該是烤機吧對不對不是烤鴨啦是烤鴨啦是烤鴨 記得是烤鴨是假優甲乙對不對OK按確定 如果你對的話這邊會顯示出來喔 然後呢查第幾欄第二欄比對方式一樣給0 好 查出來之後85分按確定 那再來的話呢還有另外兩次的 那怎麼辦呢你乾脆把它加一下 這個加什麼 下面一個下面一個其實可以把這個公式怎麼樣 複製一下 貼上到後面 那改什麼F3應該是改成什麼 改成這個這個是哪個我不知道沒關係點一下就知道 G3對不對 那再來加一個什麼 再貼上一次 可是問題啊這個位置 是 改成H3對不對 但是他不是烤機 是什麼烤瓶啦 不要搞 不要打錯改 打成什麼烤鴨 OK那這邊的話呢就把它改個烤瓶 OK好 這樣就OK了有沒有 因為 他會去烤瓶裡面找對照表 找完全部加完之後要做什麼了 再一個大瓜糊先加 外面再一個大瓜糊 再除以多少 除以3 有沒有 全部加起來嘛 再除以3不就是它的平均的嗎 OK打勾一下 85分 其他的話就點兩下 全部都算完了 這樣很快吧 其實你們成績就這樣算出來了 所以算你們成績 以前很痛苦 現在變得很快 很快樂一件事情 反正呢我只要把標準定出來 所以我講過嘛 你們期中考30分 期末考也是 是 是 是